欢迎大家收听《望向快报》 有我Raymond Wong 我现在身在广州 所以说广东话也会有广州的口音 还有我们澳洲的代表 大家好 新BC 大家好 还有柳先生代表 易德台阳 大家好 还有台湾代表 许刘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许刘先生又要说你的最爱 最爱 是 我的最爱 是 我老先生 大家我们创办《望向部》 都是因为黄毓民先生的 大家听着《望向编辑部》的节目 也是有赖黄先生的出现 才会有的 不是黄毓民先生叫我们开的 因为以前我们反对他 现在我们也继续反对他 因为他那个网台已经成为了一个港独基地 他那个台被一帮独有 好啊 他们不断开麦 就是纯粹开麦不是那么大问题 我觉得但是他们说的那些东西 就是挑战了这个 就是可能是挑战了这个香港的法律 因为其实当中 节目当中有很多都会说到 就是宣扬这个暴力革命 这个黄毓民先生呢 他就有一个网台 他的网台叫什么名字呢 我们就免得帮他宣传 里面有个节目就叫做 本土最前线 本土最前线可能你 那泛民都可能有些人自称 无意义他都说自己叫做什么 本土 什么支持本土 还是不知什么 这样的 无实本土 无实本土 太多种本土了 这个黄毓民的网台 有一个叫本土最前线的节目 不过最近期 刚刚元旦1月1号大游行之后 他就 之后那天 这个节目里面的主持 就是杨日朗邀请了两位嘉宾 一位就叫做郑俠 另一位就叫做 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驱 说是学生独立 但是他叫口号 叫香港独立 主题是2019年 香港独派领袖的展望 独派领袖就是希望香港独立 因为你高举这个口号 我想想为何他们容许这些人 在节目里高呼香港独立 其实真的不太好 我觉得 昨天在台上说 真的不太合适 对吗 是 因为你香港独立 就是学一下王毓民先生 他之前在他的节目里说过 这些绝对是不成气候 你打王毓民先生 王毓民 然后隔一隔 不成气候 就会找到这段影片 上网 他自己是反对 那又请了一大班人来 不停地宣扬港独 究竟是 究竟是想怎样呢 是的 就没理由 只是叫一班人来说港独 就是为了观数 不是这么简单 应该不是 还是帮港共政权炒子弹 因为那时候陈豪天 他的民族党 香港史上人数最少的党 一个政党 一人政党 一人政党 这个叫做 取缔了 然后警方在他搜集一些证据的时候 都是根据他在这个网台上的节目 所说的做资料搜集的 证据的搜集 不是资料搜集 那么简单 那如果将来香港立23条 会不会都可以在这里搜集一些证据呢 他说的话 就是如果以搜集证据的角度来说 肯定某程度上都是犯法的 我觉得就是 他的言论 你说香港是否 一个可以以言入罪的地方 不是的 但是他的言论 已经牵涉到 就是会用暴力推翻 就是现在的政府了 那你其实在很多地方来说 就是这些都是犯了法的行为 嗯 那其实民族党可以这样被取替 对了 那遲些这个陈家鱼这个 这个什麽 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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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想先走到陈浩天路 看见到陈浩天那麽 不取替 如果不取替呢 不取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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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取替就立23条 不如好吗 有这些声音 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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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o 是不取替呢 其實都是一个问题 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 為什麽 以得台影怎麽看 这个 对啊 最近 新加坡 之前 就有一个 新加坡之前 就有一个人 邀请 王之锋 做视像会议 最近就定了罪了 是非法集会 網上的集会 就是视像会议都会造成非法集会 哦 数码化 其實 其實香港是不是很考虑一下呢 就是考虑一下 參考新加坡的做法呢 就是把他们造成非法集会 就是 整班 在by radio 做过事情的人 都入罪 可以不可以呢 喂 其實可以的 我认为 就是 我觉得 如果你不停地 任由他们在那裏 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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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对社会 是一个 是在迷害中 社会安全的 那他说 他可以说 说一下不行 啊 说一下 可以不可以啊 喂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在公众场所 去欧洲 去公众场所 说 希特拉万岁 可以不可以 说一下 看看可以不可以 所以呢 雖然那一刻 呢 他们在那裏 在那裏 香港独立 或者什麽 好笑喔 他们在那裏 游行那裏 除了原来有叫 香港独立 还有叫什麽 新疆独立 西藏独立 是啊 好像不知在上海 都叫做要独立 哇 好厉害喔 染子的地方 不仅是香港 你看 好厉害喔 他这个是搞世界革命 托洛茨基 哈哈哈 是不是 是啊 那应该找姆哥 哈哈 是啊 因為姆哥和他反了面 所以 没办法 现在他自己都要做其他事情 又要上ViuTV 喂 他自己都不够吃啦 还减一句革命啊 说真的 是 我这样说 其实我就想说 我们是猜对了 就是 给这班人的 就是我们1月1号 有出了节目 就讲人数 就预言这批人 就夹夹了整个 叫做民陣的 游行啦 5500人 号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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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老公呢 就有机会进入 那 他还没有过过 新网呢 都不是真的拍了他们的照片 而这个叫做方向部呢 都是很细节目的 报道了的 那 现在呢 就可以这样讲啦 就是 把这个本尼 可能 不是 港独色彩的 扣掉他的 扣掉 扣掉 全部都是港独 全部都是港独 而且他做了一件很蠢的事 就是帮他施法覆栏 哦 糟糕 是 我作为方向部 我们要做多些资料上 或者看资料的功夫 那我也有看回当日的游行片段 在不同的新闻媒体去拍摄这些片段的时候 有些台也会很focus拍摄这些独派 他们说香港独派领袖扯行之旗的时候 说些什么 那我看到梁仲恒除了叫香港都拉 要说香港自决 咦 他将这个 那个什么 众志 就是这类 自决派的人 绑上这个港独的战车 是不是互相紧扣呢 大家 哇 这个这次是有点 他有点独立 这个人 就是 我觉得就好像 就是他想把这个 泛民绑上这个港独战车 其实泛民等于港独 其实泛民等于港独 梁仲恒说这句 我看到他在喊 喊了这个 那我就 我觉得这样就 要澄清一下 其实泛民方面要 就是你究竟是 就是为什么你被 这些港独友一起 那你其实变相 就好像 那帮游行的人 好像都是 支持你们港独一样 因为他没有叫你走 没有叫你走 就当你一齐 和路人 是 是 可能真的变成支持 好像民阵他们 民阵他们 可能已经是 转了 转了态了 要变成支持 港独 因为 哪个 就是说回 My Radio 就是那三个港独 有在My Radio 做的节目 他们在节目里面 就说过 2019 独立游行 就不是什么原蛋 大游行 就是已经将它定性了 帮他们 就是帮民阵 整个游行 定性了是 2019 独立游行 但是民阵又不出来澄清 那一刻搞笑 就是 就是承认了 对了 就是外面的人 就觉得你是不是 默认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香港政府可以考虑 以取代民族党的方式 取代民阵的 其实绝对有 绝对可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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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毓民先生这个网台 又称这个 芒果台 是 是 我觉得 离谱了些 就是你给了很多 有利的条件去 等政府有机会立23条 因为如果多了事 对于这帮独有 独派领袖反感 那就自然 火城风势 政府说 要立23条 都觉得OK 因为那时候 林郑元我都有人问她 你什么时候立23条 她就说 等社会 市基成熟 那个气候 OK 然后才会提出 我想想 黄毓民先生 如果你这样 给这帮 香港独派的人 再这样沸火下去的话 喂 送子弹 港共政权 立23条 那其实应该要立的 说了这么久 是吧 是 我觉得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哈哈 她逃避不了了 23条 这件事情 逃避不了了 其实也是 迟早的事 差在呢 有些人 哇 你这样说的 那这个真是特区 特区政府 那这些特区政府 那究竟一个 什么版本的23条 其实这个位置是谈的 那时候胡桑曾她都说 就是暗示过啦 那23条 你会怎样的 那你看一下 你怎样定 那23条 那个范围是怎样的 那林郑月娥怎样定呢 那大家心里有数的啦 那如果 那我这样看的 如果你这帮毒友 或者你这帮人 这样越搞得越夸张的话 那这一个23条 就越紧了 强暗一点 不过这帮人都是费的 我觉得 因为你说游行 可以变成独立运动 我真的 没见过啦 游行 游行都是回家吃饭之后 就算 你想想 佔中都是 就是所谓的佔中运动 七十九日之后 不是一样收棋 就是什么都 什么都成功不了 那你游行 可以成功到什么呢 这帮所谓的港独友 其实这帮所谓的港独友 不是想去游行的 他们经常在节目中说是暴力革命 是搞得香港没有人安宁才能安乐 这帮人 其实这帮人根本是社会的公敌 所以香港政府一早应该取替 这个黄毓民主导的电视频 我觉得 虽然他以正嫌持 他说这帮港独是这帮人 年轻人在做梦 不成气候 这个不是的 你说的东西和做的东西 是两回事 如果法律上可以调查你 或者看看你究竟是搞哪里 是的 其实真的有危险 有些人可能生活不太容易 听了那些节目 听了多 以鱼目而言 真的会做傻事出来 没有人说得到的 所以 必须要取替他 所以那时候 扔砖 那个鱼蛋暴动 那晚就是这样 就是为什么那些人会 有些扔砖 有些是烧的士 他无端端去烧的士 一定不是 一定不是 黄毓人叫他 你去烧的士 一定不是的 他自己 一瘋起来 那种 火城风势 那种反社会 趁机 倒乱 就是这样的 其中一个事 主持人两天 就是垃圾桶爆炸 是的 他以前有个学校 为什么个个人都说 叫你走向前置 只有我走向前置 有些悲哀 被人困了一次 搞得要坐牢 现在还说要搞这个独立运动 我感觉年轻人 差不多没有了 如果你再这样搞下去 是吧 你能游戏 你给他们一个空间 那些言论空间 基本上就是继续香港的社会 我不是要把他言论空间 完全熟悉 但问题 他要为他自己负责 如果他一说暴力革命 他就会做 但香港政府当然也是无能 因为从来争取民主的人 都没有说要暴力革命 除了 芒果佬主导的 或者黄毓民主导的 的 网台 才会有人在那里这样说 那么就这样看了 如果这帮人这样搞法 搞到现在这样了 独派 有什么领袖要展望 又是怎样 要港独 那些 泛民都是不出声 不切割 是不是想 应 那个时候 毛孟静所说 不知道为什么 拿不回那些 本土派的票 你不是想拿本土派的票 又是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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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横路 大家觉得似不似呢 即大家 未来又有补选 毛哥那个位置 是不是想讨好 这些本土派 不用选 讨好这些本土派 其实 我觉得所有政棍 现在讨好这些 所谓的本土派那些人 其实到最后就是害自己的 就是好像台湾那样 现在台湾 为什么这么大件事呢 就是 就是 韩国瑜出来 就是一个民意的反弹 就是长期 长期去妖魔化这个中国 政治斗争 就是 纯粹以政治斗争 为 为什么 智业 就是家产生所说 这些纯粹是政治斗争 他没有实际为民去请命的 就是民生的东西完全不顾 是 那他长期是这样的话 他很自然就是一个民意的反弹 只要有一个人跳出来说 要顾及民生 要搞点民生的东西 那他就算得赢了 是 是 民意的 用投票 中百合 用票 去决定你这些政客的命运 不过 很可惜 香港那些 泛民呢 都仍然是乐此不疲 又是 什么政邪 又是什么 政邪对决 这样那样 都是 做不到什么出来 就是 你说政邪 反而我觉得你邪 反而 是 是不是 就是你看到今次 刚刚这个完蛋游行 这也是的 可能你看到刘小丽 都继续出来抽签 那我心想 你还要搞个民主教室 那为什么呢 那些人就说 我们很大力地打法文 但是很好笑 都是打的 就是 他说到我们很大作用 我们以前的数据 2013年 就有十几万人 在这个叫做 元旦游行 邪向部是17年才有的 蛤 是不是17年还是18年 才有的 那呢 邪向部未 sorry 003年 有十几万人 邪向部 就用了十几年 就将这十几万人 变成五千多人 他们这样说我们 真的很好笑 厉害 哦 如果我们有这么厉害 都值得的 都没问题的 我又不介意这样的 就是说真的 如果真的有这么厉害 我没所谓的 我愿意成形 但是事实上 我们没有那么厉害 现实就是 我们是说真的 随便急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实际上的影响力 基本上是和零 没什么分别的 因为我们影响不了 我们影响不了 别人怎么想 是不是 我们也不需要影响别人 我们就评论 而已 我们讲过事实而已 如果事实是这样的 我们照样说出来 别人同意 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 我也不是说要做政治宣传 我们从来都没有做政治宣传 是不是 他说我们 在韩国移民了 就收汪国佬钱 就打法文 就发财支付 其实你又有精神病 那如果我们现在说 黄毓民先生这个网台 那是怎样的 我没理由收他的钱 又咬他 是不是 他们这么说 我们发财支付最佳 你就不用这么辛苦去广州 去什么东西广州 找汪国佬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又好笑 就是一国两制 那梁振英就说 就是响应习先生 习先生 就是这件事 就是说第三件事 习先生就说了 就是 就是趁这个 告台湾同胞书 发布四十周年 他就说了一个发言 就是习先生 就是习先生 那习先生说的东西很温和 其实我不是不明白 为什么有些人 又跳出来说 习先生说这些东西不对 其实 这件事说出来是 这个 就是这个 两岸关系的发展 要点明一个方向 那其实有什么问题 和他说的东西 和邓小平说的东西 都没什么分别 就是这个祖国必须要统一 也都必然是要统一 就是七十年来 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历程的定论 而且我看上去 其实习先生其实很温和 我就不太明白 为什么那些人好像很紧张 香港紧张 是香港紧张 是香港紧张 没错 那时候记不记得 朱铃基说过 他现在都很老了 不过白色头发 他说过 哪个搞得到 哪个就没有好下场 那时候不是更强硬 对啊 那时候还有导弹射去 对啊 虽然被人说那些导弹是空炮还是什么 空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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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中國都可以出賣的 我不是主張台獨 不過事實就是中華民國的間諜去了中國 他是一個嚴格來說是一個地方自治的政權 還有習先生也有講一國兩制的問題 其實你當我是介乎於留意香港的Facebook的人的洗版程度 再看台灣本身的一個在地的新聞 其實香港的反應大很多 台灣其實沒什麼 你說完就這樣就很悶 其實習先生沒有真正說一國兩制統一中國 他說的是鄭重昌義在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 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 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 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的安排 他其實沒有說一國兩制的 其實沒有說的 他就說說 有提過一點點?有有有 他最重要的十四句話 就是新華網發佈的 完全沒有說一國兩制統一台灣 完全沒有的 一國兩制是 不甚至有其他 如果你看回 因為其實習先生有十四句話 就很重要的 就是看今次這件事來講 但是一國兩制完全在這十四句話 沒有出現過 香港人就很緊張 不過有些香港人都會說 這次台灣會不會淪陷等等 其實是很難的 在一個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的地方 你要台灣人 還有有些人就說 會不會他們因為用銀彈政策 或者用錢就可以修復台灣呢 這就未必 因為有時候台灣很流行的 叫做小確幸 你看回他們有時候 有些位置 他們是寧願不要錢 要生活的 那你說要用錢打動他們 即是未必全台灣 都讓你可以做到這回事出來 我給你一大堆銀資 你開工開到店鋪不要關 由早上7點開到晚上11點 他們夠膽拒絕你的 你扔錢給他們都沒有用 即是他們的人都是比較有限 即是比較有限 可以這麼說 即是生活質 要不是追求 沒錯 要生活 沒錯 即是這樣 今天去某一間店 吃早餐 可能他們吃到11點 可能你10點55分去到門口 他都叫你不要進來 你妨礙著他們收工 香港很難的 進來進來 馬里馬里 馬里馬里 不怕不怕不怕 吃完 這樣 即不是香港這樣看法 就是這樣 目前大陸對台灣的政策 很明顯就是 以一個開放門戶的姿態 吸引最優秀的台灣年輕人去大陸發展 他們開的條件都是非常優秀的 現在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台灣人缺乏人才 是的 也會 所以有些人說 Apple會不會搬去台灣做 那是不行的 沒有人做 沒有人才 沒有人才做 神經病 是會這樣 即是 這個就是另一個問題 還有有些人說 開放給大陸人買樓 會怎樣炒貴 那其實不是那個韓國瑜說 就是這樣 因為要經中央和總統去批 才可以 即是你現在當韓國瑜 是一個旅遊大使 你只可以當他是 即是你講到他可以 什麼賣台等等 其實是很難 有權力的制衡 始終都是 因為他是一個 都是所謂的民主的架構 還有中華民國就有四權分立 是 其實他們說的理論就是五權分立 但其實是沒有五權的 是四權分立 是 那更正一件事 習生是有講一國兩制的 即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方式 但是一國兩制還可以談 即是他們的一國兩制 跟香港的一國兩制 又是不一樣的 可以 你明白嗎 即是香港的一國兩制 又是香港的一國兩制 是一個示範基地 但是 即是 他實際那個條件 是還可以談 因為現在他說 習生說是可以協商 是嗎 即是 即是 你要協商 其實協商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有些人說 我們連協商都不協商 完全不談 那都是一個選擇 即是像現在蔡英文的方法 就是 但是你能否承受到經濟衝擊呢 即是 即是 是不是真的承受到 帶來的經濟衝擊呢 這是一個問號 我覺得 還有一些香港人 都看到一件事 就說 糟糕 今天香港 明日高雄 即是高雄說 會開放給別人來玩 然後又會踩爆了 那些 那些人好像沒有想清楚 其實香港每天 大概有20萬的旅客會來香港 因為香港你可以由高鐵 港珠澳 不同的路路關口都可以來 那台灣 如果國內的人要過去 要有配額 台灣有配額 我們有不同香港 有一個配額 因為配額 其實一天只有6000 香港不是 香港其實是無限的 即是你大陸人 到時批准給你 你可以來 那香港平均有20萬人 那20萬對6000 差多遠 而且如果你真的要20萬人來的話 你坐飛機 要多少班機 才可以過來 但是那20萬人 對香港是 有經濟的貢獻的 只不過是 只不過是 他們那個影響 政府是沒有很好 這樣搞定 即是現在變了 就是他們 就進去那些 一般住宅區 那些這樣 其實就不正常 因為就算你 香港人去大陸 旅行的話 都不會走進別人的住宅小區 那裏周圍走 事實上是不會的 所以其實 香港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 香港現有的生活空間 是容納不到這些來的人 但是我們香港人 是需要他們這班大陸下來的人 帶來的經濟 是命脈的 是經濟的好處 是命脈的 是經濟的好處 譬如做保險的人 就是靠大陸人簽單 當然也有很多國家隊 所謂的國家隊 在香港做保險 那 除了這件事之外 賣樓的人 很多人都是靠大陸人搵食 香港 不要以為 拒絕大陸人 堅拒什麼什麼 就是事實 不是的 在金店做的那些人 香港人有多少錢買金器 大陸人是買很多的 那你說什麼白老匯 那些什麼 白老匯 那些什麼 封窄那些都是 那你買電話 老實說 現在那間白老匯封窄 那些 多數大陸人 不停蜂擁買電器 所以剛才說 又回到台灣 台灣人 所以就很生氣 很生氣 香港人這樣說 其實他反而不太生氣 大陸人說什麼 他生氣香港人 他們說 咦 你們不停賺大陸錢 有這個 你們所說 你們這麼富裕的環境 就是你覺得 你們香港很富有 你們賺大陸錢這麼富有就行 他如果想開放給大陸 別人玩的 那你又說人家投降 又賣台又行 所以其實台灣人 某程度上是很生氣 香港人 其實香港人現在是變成 整個大中華區 最討厭的物種 其實很醜可悲 其實不是香港人有問題 是香港黃絲的媒體有問題 其實一般香港人 誰管你啊 說真的 就算是很多大陸人都好 我找到食物就行 尤其是我有些朋友 在LV做銷售的 多好啊 下來買一堆 現在少些了 現在因為海關查得嚴 之前多好 之前大陸海關查得不嚴 經常都是靠那些人吃糊 是不是 所以呢 那些網路上這麼瘋 在罵人家 什麼台灣什麼匪區啊 又不理國家尊嚴啊 什麼以後都不去啊 又這樣那些 嘩 即是 你香港人怎麼可以這樣 香港人連杯葛高鐵都做不到 我都跟你說 即是我都說 之前我都說過 如果你們真的反高鐵的話 你們就杯葛高鐵罷錯 對不對 其實很簡單的 你可以罷答 始終都是一個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 所謂反高鐵最堅實的分子 他們竟然出來的事情就是 高鐵開通啦 究竟怎麼買票可以最便宜 坐上廣州呢 哈哈 這件事情 其實就證明了 香港人就是 香港人就是最乾敵的一個 即是大中華區裡面 最乾敵的一個社群 尤其是所謂的黃絲 即是 是拍攝了整個香港的人 是 即是人渣 你說多嚴重才行 是 我這樣說 可能又有人很不喜歡 又有些負平 但是我沒有 我現在看到的事情就是這樣 你無論在廣州人 看到這些香港人 都覺得你們麻糟糕的 啊 sorry 但是真的 他覺得你是很麻煩的 尤其是那些做開服務業的人 就很清楚明白了 其實你看到很多網上 都有其他不同職業的群組 你講起香港人 那些新香港人 不是我們香港本土人 那些新移民 那些大媽 不關他事的 真BC 有一樣我要反駁你了 今天跟台灣人聊天的時候 講起一樣 香港自由行殺入屋邨 剛才我們所說的 然後就說 該死啊 報應啊 原來他們也有看過新聞 就是說 香港有些媽媽 教別人 霸佔了日本的機場 浴嬰室 那裡睡覺很正 有熱水 有些人說 不是吧 有 還說很正 然後又說 就是教別人這樣做 然後有些又說 有個肚子 我扮大肚子 扮大肚子 扮大肚子 公共資源 哦 你現在就報應 那你下來用回你的屋邨的資源 有些人會這樣說 其實 我女朋友就是台灣人 其實他 其實一向都不喜歡香港人 其實我是不明白很多 那些人是 自我感覺良好 其實他們經常覺得 香港跟台灣一樣的 是被老共壓迫的 所以我們呢 是一個共同體 所以我們呢 會大家很照顧 很有認同感 這樣 那這個是香港人一雙成員 其實這裡 這個不是 絕對不是 你在這裡居住 你會發覺 沒有什麼人 要抗共 或者怎樣 要打倒共產黨 那些 沒有這些 就是他們是不理的 什麼叫抗共 是 是那些本土派亂說 哪有啊 哪有這回事 沒有人抗到共 你想一層就是 哪個人可以反到共 你反共 你說你反共 你說你反共 你可以做些什麼 具體來說 你可以做些什麼 做不到的 可以了 這個問題 這個話題有點敏感 我現在在國內 這樣說 其實就是 我是答不了罪 是啊 不方便回答 可能我待會被國安抓了 就像上次在北京那樣 當然上次我沒事 這次希望也沒事 就是你這樣說 社長可以看看 高鐵站 有傳說中的B5 到時候你就可以打給陳淑莊議員 向他求救了 其實圖子我見過 我老實跟你說 那些圖子我見過 那些圖子我見過 那時候他還沒氣好 那時候他還沒氣好 那他說的全部都是亂說 就是他所說的 就是他所說的 根本上是神經病的 那些人 八部大三國洲也沒有什麼分別 是啊 其實這些人 我是不明白 為什麼香港會有這些意願 到現在都不明白 這是很令人難以理解的 就等於這樣 你現在 我們剛才說的那些港獨 你不是啊 你們泛民不同 你們要切割的 對不對 其實很應該切割的 但他们就执着在保全民保护人家的言论自由 但问题是他们有没有听过人家的主张言论呢? 有没有听过他们在网台说的 我们是有监听过的,我们知道他们的言论有问题 我们说出 其实是离谱 是的 没有人听我们说的 因为香港要保护言论自由 你无论有仇恨言论或者有这些 都要保护的 都要保护 其实言论自由从来都是 其实就算你在西方也是 有条街线的 有些是不能说的 就像在德国那样讲徒友,你一定死定了 因为犹太人才是所有问题的核心 那些已经是很有问题的事,你根本就不能说的 所以 因为其实刚才也说了 社会到了某个爆发点 就像开那个鱼弹暴动那晚 其实都是 给你搞小犯 给你揮发摆 就扔砖变成这么大件事 又开枪了 所以我是不明白的 我是不明白的 我有时候留意着 刘小丽他们的Facebook 有没有说什么时候 想搞这些 我都很害怕的 他一说就要报警 因为他们说的东西根本就不合理的 你想想都知道 他说什么扔砖那些 我举个例子就是 他们说那个 鱼弹革命的起因 就是他们说要 可以在 落后方非法摆卖新年的时候 但是其实 我想问一下 现在听的朋友 你有没有试过新年的时间去这些地方 我去年就去过一次 其实我觉得是很危险的 香港 香港根本就不适合有这些东西 其实香港政府是应该 取替这些东西 我认为 其实根本 你这么说 香港是一种文化来的 摆清洗房 要么就是规范他们 譬如你给他们一个地方做这些生意 就不要让他们这样在街上周围摆卖 其实就是很不合理的 因为 其实是很危险的 尤其是在浪欧邦对出 人多到怎么样 其实你自己都不用走路 你都会动的 但是旁边就有些人在 炸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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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很危险的 是 他危险 不是说 油烟 那些东西 弹到你 那些东西 滚油炸到你 炸油 炸弹来的 要有石油气 你才会炸到火 那天是一个个流动炸弹来的 是啊 在这些情况 很容易会造成 一些很悲惨的意外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大概 二十几年前 劳桂方 踩死人 其实踩死人 因为有两个因素 就是人多 还有有些人就没有跟着 大家的方向去走 那如果你有些熟悉 在这里的话 其实要踩死人是很容易的事 现在香港到现在都没有这些事发生 只不过是很幸运的 真的 那 你所谓的民主派 现在被DQ了的意愿 竟然是 这些 支持这些非法摆卖的推售 你说整个反民主派 是否应该 执毁才是合理呢 如果你看到这些人的 言论 支持人犯法也有的 还有 吴可怡也是 你看看 一个当晚搞这个 有份推行这一晚的 鱼蛋暴动的梁天琪 你竟然还可以说是 从政三十年以来最出色的人物 就是梁天琪 嗯哼 那他是个人租 我知道 那他一定会在公共的位置 那他就是承受一些 做犯法的事 他是一个律师来的 罪犯 但是律师就是要靠有这些犯法的人才能找到 所以他都是很正常 那就是对 但是他们这么说 他们说 就是 这些 这些叫做车子党 其实是香港特色文化来的 你如果不让他摆 等于 等于杀了我们的文化 等于我们的文化 灭杀了 你可以找一些地方 其实香港政府也可以找一些地方 真正被人摆摊位 摆一些车子在摊位 合理一些去盈运 监控或者不是监控 是管控那个风险 其实现在在旺角那里 就真的不适宜这样做 尤其是新年 真的很多人 其实 我是亲身经历过之后 我觉得 绝对 就是 支持这些东西的人 是绝对不值得支持 嗯 那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 你其实可以规管一下 你找个停车场 给人在那儿 就是 找个大一点的停车场 给人在里面摆车 或者 怎样搞都好 其实都可能 是合理的 或者是运动场 是 就是你有人 有人 负责 去做这件事 就不要让他有得去乱禁你 其实 卖这些食品 很多街铺都可以卖的 手推车 那些手推车 锁鱼弹 其实就是他们对法律的蔑视 告诉你 因为其实 不需要守法 他认为 只要是我认为是对的 就不需要守法 这帮人 其实 那个核心价值 就是 不守法的 破坏社会秩序的分子 毫无法治意识 对啊 他们毫无法治意识 还有他们是完全不理对社会的实际影响的 不需要啊 如果他们 就是这样说 这场鱼蛋革命 他说连吃鱼蛋的权利都捍卫不了 那我怎么捍卫我去香港啊 我就是本土派这样说啊 他这样说 其实那个问题就是 谁不让你吃呢 那个问题就是 你要开一个熟食当 其实有很多法例要求的东西 你要拿牌照的 如果在外国那天你就要读 读一个课程 究竟怎样可以 save handling of food save handling of food 你 即是外国是一定要读这些的 那 香港已经没有这些了 就是说真的 有机会我 有机会我拍一下 台湾如果 可以给你们这样 摆这些档口的时候 别人是怎样摆 怎样整法 就是他们会做得很奇怪 就是会是 不是什么摆木头车 然后 左一坨右一坨 这些 这些 很奇怪 他们很奇怪的 我告诉你 他们是有一张摺桌放在这里 即是我的经历 就是在香港 浪漫夜市所谓的 他用一张很小的摺桌放在这里 然后在上面做个烧烤炉 或者做一个 就是有些 还有烤鱿鱼 然后 然後放一些甜醬,看到是甚麼來的,在家裡拿口中拿出來 本身衛生那裡已經有問題了,你可能說很乾淨的,這些沒問題 你看下去比中國大陸更骯髒,現在這個問題就是 我這樣說很多人都反對,但情況就是中國大陸也沒那麼骯髒 你現在在廣州,社長在廣州不如去拍一下街邊檔,怎樣放在廣州 你們有沒有喜茶?廣州? 當然不,傻的,我都不喝這些,這麼多糖,沒甚麼益的 我們這些人不會過了那個可以亂吃東西的年紀 對呀,這個真的,我都經常覺得,好像街邊檔 我第一次去香港,很多年前,九、六年 我覺得挺過癮的,但回到外國地方,其實都很骯髒 你有很多車,有那些廢氣那些 其實我覺得這麼大煲滾油在炸,如果有人不小心 而一隻手這樣扯一扯,好像不是很厲害 真必知道你九、六年嗎? 即使你一再回來香港這樣就厲害了,即是赤化了 不是,我前幾年回去,我泰婆還在那一年 唯一跟香港有一點點,就是泰婆 其實你說赤化,我又不覺得有幾赤化 說真的,香港來來去都是差不多的 我這樣覺得,即是那些基建都比較舊一點 尤其是這些旺角,油尖旺地區那些地方 就比較骯髒一點 即是我覺得,我很對不起 我覺得那陣味道跟西德尼很相似 跟西德尼唐人街那陣,有陣味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嘩,你這樣說,真必知道很多人會說 旺角是香港很象徵的地位 很多玻璃心,碎到一地 即是他們很有象徵意義的 這個旺角 但是現在太危險了 即是我覺得你九幾年的時候 就算九幾年的時候 你有一些非法流動,屬實消化在那裡 都是人太多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那些人比九幾年的時候更多 而且那些人還要拖劫 結果就是有些事情 再做回九十年代做的事情 就變成了一個很大的社會風險 對很多人來說是危險的 其實有些事情就應該要重新檢視 究竟應不應該繼續這樣做下去 但是九十年代是最美麗的指 對某些人來說是 但是有些人是很羨慌的 九十年代不好的事情 其實你想一下也想得到 是呀,黑社會 還有聽… 陳浩南那年代 就是了 現在沒有了 遲骇合 可能聽眾聽到這個時候 有些人很懷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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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什麼九七前 有些英治時代 有些人很懷緬 但你現在已經過去了 你怎麼做都改變不回 又說回我們這一節最開始所說的 那些所謂的獨派 難道憑這些獨派的人 就可以扭轉到香港 可以變回以前英治時代的那些 你們想那時候的日子 真的可以嗎? 沒可能的 那看看現在怎樣去做好 整個香港的環境 大家會有一個舒適的日子去過 而不是這樣不斷鬥爭 在那邊說這些 不好意思 那我們下一節好嗎? 好吧 好